沒有電台沒有電視台 我們有個香港人幕 有人給一份 那些就是資料背景 另外我們有份新聞稿 給大家學一下 當然學習 十幾萬個修訂都有人提過 大佬在議會上 好 我們今天這個記者會主要就是 想和大家講一下我們人民力量 怎樣去抗衡現在這個惡法 這個是惡法來的 這是計23條以來 03年到現在為止 這個是 我想回歸以來每一條法律 好像這條法律這麼離譜的 而且那個立法的速度快到 連年葉劉淑然都說 我23條都有三個月的諮詢 現在就講這些說話了 因為我們要錄影 所以我先讀一讀我們的新聞稿 以時間換取空間 抗衡政府粗暴立法 今年5月17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林瑞麟公布立法會議席出決安排 建議設立替補機制安排 由上一次選舉中 得票最多的落選者補償 政府在本週連續5日召開 2011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企圖霸王雅上宮 粗暴地在本立法會年度通過惡法 相信政府將會在7月13日提交立法會二三度表決 顯而易見 特區政府是協於 上年由社民連及公民黨推動的五區公投運動 因此欲立法阻止有人再次發起公投運動 讓港大市民表達訴求 人民力量堅決反對以上安排 要求政府立即撤回草案 並不排除會發動更激烈的議會內外抗爭 特區政府的安排純粹以專權者的政治利益出發 敗壞香港的政治及選舉制度 阻止港人以選票表達意見 公然剝奪港人基本權利 其行政之專橫霸道前所未見 此舉已引起公眾極大迴響 大律師公會指政府的替補安排違反《基本法》 多間大專院校政治學者早前亦聯署聲明反對替補機制 可見替補安排全無理據而且不得人心 假如政府一意孤行 以為議會有保皇董議員護航有足夠票數而強行通過法案 有良知的香港人迫定訴諸行動以表達不滿 極有可能重演2003年71 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大遊行 迫使政府撤回惡法 對於12位泛民主派議員昨天在草案 在法案委員會中指政府未有諮詢公眾而闖絕立法離場抗議退出委員會 人民力量對此表示贊同 雖然泛民主派議員表示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修訂 但人民力量認為不應坐以待斃 所以建議民主派議員就條例草案提出大量修訂 以拉布戰術盡量拖延政府立法 以時間換取空間捍衛港人應有的基本權利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黃毓民2011年6月23日 這個就是我們的新聞稿 我或者簡單地再做一個說明 我們現在第一步 就會在這個法案恢復異讀的時候 我們會提出大量修訂 關於修訂的內容 以及究竟提出多少條修訂呢 一會兒陳偉業就會引用外國的例子 以及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以及現在他已經草擬了過千條修訂案 就可以在這裏跟大家做一些說明 當然那過千條可能我們有分類 給了立法會之後 主席可能刪剩一百條 不管了 另外我辦公室的助理都在草擬那些修訂案 利用這個大量的修訂案 就是癱瘓那個議事程序 或者癱瘓那個議會 這個是在議會政治裏面 那些反對派議員 甚至建制派議員 在外國議會 都經常用的 這個是議事規則容許你立法會議員 或者立法機關成員 可以提出修訂案 這個其實是一種抗爭來的 有些人說 那你打拉布 結束他也是要通過的 對不對 你都是拉布無效的 就好像上次高鐵那樣 大家記得 高鐵那次 我們都是用拉布戰術 但那個拉布戰術 雖然不太成功 但事實上拉多了兩天之後 是令公眾對高鐵的撥款 的不得人心 增加了了解 又有利了後來蔡元村那些居民的抗爭 這個大家要這樣看才行 成日就是無奈 你提修訂案 我昨天和一些民主派 大哥大姐都談過 有什麼用 那他都是過的 我們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我們這個標題所講的 以時間換取空間 你要令香港人有足夠 對這個法例 這個草案有足夠的討厭 你才可以鼓動風潮 你才可以號召群眾 為他們自己的權益抗爭 大哥 所以我們一定是這樣做的 但我們呼籲民主派的朋友 都可以接受我們這個建議 他們過去都提了很多修訂案 大家只是看看上次 這個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 和立法會選舉條例草案 那個二讀的時候 都做了兩天了 那兩天還是民主黨不說話 我和大舊妹起碼說了兩小時 因為這些修訂案 每一個提修訂案的議員 可以講十五分鐘 那些其他的議員 可以就這個修訂案 又講十五分鐘 大家想想 如果二十三個泛民議員 譬如假設有二十個人提修訂 或者總修訂的那些 總共加上一百條的 甚至二百條的 你和我乘一下 二百就先乘二十三 二十三個議員 再乘每人十五分鐘 還可以重複說 這個就是拉布 希望在七月十三號 還有其他議題 七月十三號 那天大會 然後就是休會 我們希望在暑假期間 如果我們堆壞了他 在七月最後這一天 可以堆壞了他 沒有辦法立法 要等到新的會期 即今年的十月 他才拿回法例出來 再來異讀的時候 我們起碼中間有兩三個月的時間 就讓我們去醞釀這個抗爭 是不是 或者讓香港人 有足夠的時間 對這條惡法的了解 是不是 希望這些報紙又可以幫幫忙 好過現在 大哥 我看到今天這些報紙兩格 是不是 即香港是注定滅亡的 有這樣的報紙 有這樣的媒體 我告訴你 是注定會滅亡的 這個是一條惡法 來的各位 當然不關你們的事 是你的編輯 是不是 或者你的老闆 是不是 兩段仔 有些我看到 真的想死 這麼重要的一條法例的修訂 剝奪我們那個投票的權利 和被選的權利 你可以這樣做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利用 更激烈的抗爭行動 包括在議會裏面 是吧 令到公眾更加去關心這件事 所以我們 我們在這裏呼籲民主派的朋友 就是 接受我們這個建議 是不是 那我們今天人民力量 還有幾位年輕的朋友 包括 宇洋 還有萬必 還有醫生 是不是 一會兒他們 因為他們對這件事 非常之關心 一會兒我們就聽聽他們 他們的說法 或者我現在先交個咪給大狗